有些人吃了食物之后觉得很滑 好像不消化 那为什么会觉得很滑呢 就是原来当你吃了一些很油利的东西 譬如梅菜扣肉或者披萨 有很多脂肪 原来当脂肪入了十二指肠 十二指肠就会分泌一种物质叫做粟胆囊素 英文叫做Colestokinin 这个粟胆囊素就令到胆开始分泌胆酸 就帮助小肠分解脂肪 但是这个粟胆囊素有另一个作用 它就令到胃的愚动就减慢了 于是本来胃清疮是九十分钟 即食物就离开胃 但是因为有这么多粟胆囊素 可能是两个小时都没清掉食物 去到十二指肠 所以以后就不要吃这么多肥腻食 因为吃肥腻食一定会滑滑的 因为它会留胃清疮的时候拉长了 最好不要吃了宵夜之后 很快就睡觉 我们的胃就平时就不会有胃酸 一有食物就会分泌胃酸 如果你譬如说吃了一些宵夜之后 半个小时就睡觉 那就麻烦了 因为那些食物一流在胃 胃就会继续分泌胃酸 胃酸就会倒流去食道 容易就会火烧心 所以胃清疮一般就是九十分钟 所以就算吃了一碗鸿吞面 或者一个即食面 你不要这么快睡觉 起码都过半小时才 要不然就很容易胃病 容易胃酸倒流去食道 就会晚上觉得食道很不舒服 那就无谓拿伤的食道 还有就不要吃那么肥腻食 因为肥腻食一定会令到肌肥 因为肥腻食就令到十二指肠分泌 肥腻食都很不舒服